这部分就是在这边加入这个 上面名称 把ID的部分改一下 这个是 White 这个是 Wait 名称记得不要打错 这 Button 1不用改那关系 接下来按确定之后 就会在第二页 第二页在这里 点两下 切换过来这个设计 那 Show 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在什么地方 Show 在 Label 上 Show 那 Label 部分呢 也是要把它改名称 改成叫什么 LBL 也是一样 LBL 在这里 Show 那我怎么样把资料丢过去 特别注意 这边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 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把资料丢到第二页 让它可以接收到 那以往 在那个撰影程式的时候 其实蛮麻烦的 那现在呢 在 ASP.NET 它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取得上页的资料 那上页的资料呢 第一个就是说 我按一下这个 Button 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地方 它必须要更改 这边有一个地方可以改的 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在七支十四页这里 这边有一个地方 七支十四页这边 在 Button 1 里面 如果说我今天按这个按钮 是要传送过去给其他网页的话 在 Button 上有一个属性 要记得要更改 那个属性呢 叫做 Post Back UI 就是丢出去的意思 丢给下一个网页去 那这个网页在哪里 所以这边特别注意哦 就是在 Button 第一个 选 Button 然后呢 第二个选它的属性 像 Post Back UI 直接在这边点一下 去找到 Default 2 那个网页就可以了 点一下 Default 2 的网页在这里 你如果按按钮之后的话 不是在原来的网页执行 而是丢给下一个网页去执行 那就 Default 2 这样就可以了 在其他的那个 动态网页基础 这个地方 这个功能非常好 以前他写程式 现在就不用了 很快就可以选取 再来按下去之后呢 他就会把这些讯息 丢过去给这一页 那这一页要怎么接收呢 这边注意哦 直接呢 你想说 老师那以前我按按钮 那按钮不见怎么办呢 接下来 请切换到哪一个呢 切换到这个 这个是程式 程式的部分 因为我不需要再按按钮 所以呢 我要当什么 当这个网页 载入的时候呢 就要去执行程式 那那个事件 就直接要 第一个在这边 一先选这